雪地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被纳粹枪杀的囚犯尸体 负责为他们收拾的同胞看着尸体 眼里却充满了羡慕 因为在这里能够被纳粹枪杀 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1943年的冬天 经过升级完善的毛特杭森集中营重新开展 来自五湖四海的囚犯被押送到这里 他们中有欧洲人 犹太人 甚至还有五名中国人 被押送到这里的囚犯会被纳粹抢走一切之间的东西 紧接着纳粹会把他们脱光 让他们整齐的站在雪地里站好 纳粹通过这样的方式对这些囚犯进行筛选 体格壮硕 健康的人会被拉去充当廉价劳动力 至于那些残废和老年人 就会被直接送到附近的古森集中营 并在那里接受从毒气火化一条龙服务 被留在毛特杭森集中营的就只剩三个等级的人 第一等的资产是高高在上的纳粹 其次就是那些犹太郁金 他们靠着给纳粹当狗腿子 靠着出卖折磨同胞来为自己牢利 最低贱的就是那些囚犯 他们必须在各种岗位工作才能活命 当然 在这些囚犯中也有例外 比如摄影师马里奥就因为有遗迹之长 因此而得到了纳粹军官的赏识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集中营的军官 拍摄一些纳粹拥戴集中营俘虏的假照片 对外宣传集中营内囚犯过得很好的假乡 被拍摄好的照片由马里奥和瑞肯负责冲喜 然后会被瑞肯送到柏林政府手上 用以宣传和遮掩 除了平时的宣传照以外 那些被纳粹虐杀的尸体也会被利用起来 他们会被军官象征性的补给枪 然后摆在地上营造出越狱被杀的模样 然后让马里奥进行拍摄 用来警告集中营里的其他人 马里奥当然知道集中真相 但他却不敢声张出去 而且相对于集中营内那些人 这些提前被枪决的囚犯已经是非常幸运的 毛特豪森集中营内纳粹军官们 发明了35种扭曲的杀人手法 除了最基础的毒气室和活体实验外 被活体解剖 制成标本 还有让那些瘦弱的人脱光 站在雪地里活活冻死 亦或是把一些老人轻度麻醉 送去本化间活活烧死 军官们喜欢囚犯被烈焰烧醒后 临死前的痛苦丝毫 这些在天堂之路面前 都只不过是小而可靶的 所谓的天堂之路是指采石场的阶梯 被送到这里的人 会被要求24小时无休止工作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007工作址 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和水 只能在无尽的搬运过程中活活泪死 这天军官送给马里奥一根雪茄 并委托他帮自己个小忙 先前军官因为一个囚犯说错的话 直接开枪强蔑了他 为了不浪费这具尸体 军官让马里奥把尸体扔到外面的铁丝网上 并拍摄一张囚犯越狱被击杀的照片 而在暗访内 西胶片的马里奥觉得无聊 打算看看瑞肯拍摄的胶片 然而这一看把马里奥吓坏的 瑞肯的胶片里 除了宣传用的以外 还有一整套纳粹屠杀囚犯的照片 意识到这些胶片都是揭露纳粹暴行的证据 马里奥连忙把胶片藏得起来 并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如何把这些东西送出去 然而瑞肯的行动超出了马里奥的预期 他知道那些胶片不能留 下令让马里奥和同伴 将暗访内的所有胶片全部分毁 只留下用于宣传的那部分 在整理胶片的时候 马里奥为了保护胶片跟同伴摊的牌 威胁同伴 如果不帮助自己 自己就说是他让自己这么做的 说服同伴入伙后 二人用新胶片掉包 然而掉包容易 如何保留再把胶片传递出去 才是真正要克服的问题 为了保存这些胶片 并在未来将纳粹的罪行公之于众 马里奥说服的所有值得信任的犹太人 他将胶片裁成许多小段 让众人分别保管 有的人假装手臂受伤 将胶片包在纱布里 习一工把胶片藏在木桶夹层 木匠把胶片藏在桌子夹缝中 进入把胶片藏在的日记里 就这样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藏好了每一段胶片 然而正当他们真真自喜时 意外却在不经意间发生 没过多久 纳粹为营房消毒 顺带检查囚犯有没有藏违禁物品 结果这一查 就查到了囚犯自制的收音机 紧接着收音机的主人就遭到了暴打 并且被关进了死囚房 收音机被发现 就意味着纳粹的检查 将更加的频繁和谨慎 为了胶片的事情不被发现 囚犯们决定放手一搏 他们利用瑞肯对马里奥的信任 让马里奥向瑞肯申请举办一场晚会 众人通过晚会节目拖住了这里的德军 马里奥则趁机带着胶片离开 可是节目过于枯燥乏味 尤金们很快便接受不了 要去查房 众人便让歌手唱歌稳住他 然而歌手的歌曲 让尤金觉得自己受到的侮辱 不过他没有立即发作 而是在节目消息的间隙 把歌手请了出去 然而把他带到天堂之路 一把推的下去 当歌手挣扎着要爬起来的时候 尤金毫不犹豫一脚踩爆了他的头 而就在此时 利用歌手拖延的时间 马里奥把胶片交给了想要离开的艾斯 祝福他把胶片公开 并找盟军来救援他们 随后将他装进了木箱里 晚会计划顺利完成 但后续事态的发展 却并没能如众人所愿 一连几天他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这天军官突然带走了马里奥 原来是军官儿子的生日 马里奥因为会拍摄 被军官要求到他家里去拍照 晚上军官把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送给了儿子 等生日礼物 并手把手教他如何杀人 他告诉儿子 这些人都不是人 你可以随意射杀 在场担任酒保的囚犯们 瞬间沦为了火把子 被小孩射杀 当他瞄准小孩小黑时 善良的大叔阻止了他 并收留了小黑 马里奥趁机把一卷胶片塞进了小黑的口袋里 小黑因祸得福 成为大叔的下人 但马里奥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回去的当天 艾斯就被带回了集中营 军官们为了杀衣警派 决定让囚犯们亲手吊死他 还让每个人都好好看着他的尸体 好友的残死 让马里奥失去理智 他找到瑞秋 并对他大打出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被关进了死囚房 不过他在这里 遇到了先贤制作收音机的同胞 他还没有死 不过也离死不远了 为了保护胶片 他每天靠着自己伤口上的蛆虫度是 如今他已经重病缠身 奄奄一息 他告诉马里奥 艾斯其实早在离开的第二天 就被德国党卫军抓了回来 自知难逃一死 为了保护众人 艾斯吞掉了一半 保留了剩下的一半 并在之后挖了个洞 把胶片给了他 现在他把两份交给了马里奥 希望马里奥能够把胶片带出去 马里奥拿到胶片后 将他藏在了洞里 之后的一段时间 德军每天对他严刑拷打 但马里奥无论如何 都不愿意透露半个字 失去耐心的德军 将他装上了 通往古森集中营的车 可车没开一会儿 便停了下来 是盟军逼近了这里 军官原本打算将他们就地枪决 但听到盟军的声音 军官为了自保 逃离了这里 集中营内 德军全部撤离 标签则被留在了集中营 他的下场 可向二指 被众人活活打死 撕成碎片 最终 集中营被撤离攻陷 还没来得及离开的军官 被八光衣服 吊在了铁丝网上 囚犯们拉垮的集中营门口 象征着德意志的双头营标识 负责摄影的马里奥 派向了这一幕 并且拿回了内卷胶片 而之后 马里奥手上的胶片 成为了战后审判时 最为有利的证据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篇篇名 集中营里的摄像师 是一部上映于 2018年的二战题材电影 改编自犹太人撰写的 战后回忆录 同时啊 也是发生在 保特豪森集中营的真实历史 迎编的最后是一套黑白照片 这些照片 正是出自马里奥的历史原型 所拍摄的作品 也是揭露纳粹罪行的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 毛特豪森集中营内 曾经关押过五名中国劳工 他们本是被欧洲骗来的 廉价劳动力 却不想被德军 一同收押进的集中营 并且在1944年的时候 就被全部处辞 如果不是一位 西班牙摄影师的勇敢行为 恐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 最后一次痕迹 将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